中国河南浙江等12个省份将遭遇大到暴雨的天气 河南的暴雨或破历史同期记录 一些省份还可能出现雷暴大风 冰雹 河南南洋24号晚间遭到暴雨袭击 临街商铺被淹 这个话题一度冲上热搜 中国多地为政治清零长期风控 陷入绝境的民众纷纷反抗 网传江苏昆山抗疫民众杂烂防疫战 遭到官方暴力镇压 多名抗疫人士被拖走 而毗邻南京市因为疫情被封锁一个多月的江苏聚荣市保华镇 4月23号也爆发大规模抗疫 当地居民聚集高喊口号要求解封 山东疫情持续升温 日前山东烟台病例基因分型为Omicron BA2.3 净化分支变异株为大陆首次发现 相关地区确诊数量快速增加 当地官方称这次疫情或许已经隐秘传播一段时间 江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市政通24号追楼身亡 死因不明 63岁的市政通还拥有干州市佛教协会会长 干州市人大常委等多个头衔 金桃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有点 роз ki4 市论店